嘿各位好我是你们的阿树 那这期视频是填补之前埋下的一个坑 在4月的那期片头分享里 看到有蛮多小伙伴在问 视频是如何做到方形拉扯 以及文字进场的相关问题 那这期就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首先呢我们进入AE 新建一个1920x1080的合成 这期我们以图片为示例 我们拖入图片 然后我们按住Ctrl加Y 新建一个纯色图层 那什么颜色都OK了 接着添加分形杂色的效果 那这一步是做出效果的基底 以便后面使用 接着我们拉高对比度 降低亮度 将画面的反差做出来 将溢出改为剪切 接着添加马赛克效果 那这样一来画面就充满了颜色不同的方格 我们将水平块和置换块都改为4 勾选锐化颜色 接着我们要让它动起来 我们找到分形杂色 演化选项中的随机植入 按住out键 给它一个time乘4的表达式 那就可以看到这些马赛克块都动了起来 然后我们将纯色层改名为色块 并隐藏轨道 接下来选中图片层 搜索置换图 添加 我们将置换图层改为方块 后面改为效果和蒙版 将用于水平置换改为明亮度 最大水平置换改为30 好我们预览一下 那这样我们的图片就有了这种方块运动的感觉 跟我们之前片头演示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同样我们也可以将这个效果运用到字体图层上 这跟刚刚是一样 就不过度赘述了 这里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梯度渐变 让字体跟背景画面更加融合 给整体套一个背景 那这种比较抽象的感觉就做出来了 接着我们来讲讲字体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新建字体 在效果栏 text中找到多物并添加 我们可以看到字体就有了像这样的进场效果 这是阿树偷了个懒 找了个最便捷的方法实现 跟咱们片头中的效果很相似 另外呢 在下面的light效果中 找到白老汇效果和闪烁曝光 即可实现文字无规则闪动 那这样就很方便了 好了 那这期分享就到这里 本期用到的所有素材都会放在评论区 大家可以自由练手 如果还没关注阿树的话 也可以点一波关注 往后还会分享更多有趣好玩的内容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